大家好 歡迎來到Groogie Crossing的頻道 今天這條影片會教大家關於大頭菜的買賣 首先在每個星期日的早上 大頭菜的賣家就會到訪我們的無人島 今次的賣家是一隻小野豬 Daisy Mae Daisy Mae其實是過往遊戲之中 賣大頭菜的Joanne的孫女 她的中文名是草賣 在這裡我要吐槽一下 我對於這個名字真的很失望 因為明明英文名Daisy Mae很可愛 很搭配的小野豬 草賣這個名字又不女生 又老 我真的不知道為什麼會改這樣的中文名 好啦 吐槽完 我們回歸正傳 大頭菜的買賣原理就好像賣股票一樣 我們要記住買回來的價錢 我這次是$101一個 然後在接下來的一個星期 我們就可以去到Nox Cranny 即是Lubly和豆莉的商店 去問問他們當日大頭菜的售價 這個售價是每天都不同的 而且上午和下午都會有變 有些日子會高於我們買入的價錢 但有時就會低過 就好像股價一樣 所以如果我們覺得售價是高的話 我們就可以果斷地放出去 但我們要注意一點 就是大頭菜會在一個星期之後 即是下星期日的時候負難 所以我們一定要在下星期日之前買出去 順帶一提 就是每一個島上的大頭菜售價都不同 所以我們可以問問 其他朋友的島上的售價是高還是低 如果朋友的島售價是很高的話 我們也可以到訪其他人的島買出去 如果這條片幫到大家 大家不妨讚好和留言 因為你的支持是我們繼續拍這類片的動力 我們接下來都會拍一個關於複製物件的Glitch的影片 如果大家想知道如何在10分鐘賺10萬元的話 就要密切留意啦 喜歡我們的影片的話也可以訂閱我們 我們下條片再見